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出一期小地形的干货视频啊 就很多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拉小地形的时候啊 觉得越拉越紧张 我的肌肉啊好像不松弛 或者是我本来这个弓啊 握得好好的突然呢就变形了 或者是呢这个左手啊 突然感觉好像就特别僵硬 跑不动的感觉 我想说这个情况呢非常非常正常 就即便是很多的 这个小地形演奏家 他可能也一直在与这个 松弛在做斗争 同时呢我又觉得小地形的放松和这个松弛感啊 是小提琴家来说 最有魅力的一个品质之一 比如说呢我之前介绍过的 这个帕尔曼海飞兹 你会发现啊他们拉琴 都是自带这个松弛属性的 拉琴给人感觉呢特别的松弛 游刃有余 好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两个非常非常实用 也很有效的方法 那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拉空弦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去培养我们这个放松的习惯 那为什么我这里强调是空弦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拉空弦的时候 我们的脑子呢是最容易处理信息的时候 它不像我们如果是要拉一些复杂的月段 你可能又要处理我的工段分配啊 或者是又要注意到我的音准 我的脑子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到那么多信息的 所以在拉空弦的时候 是我们最有时间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呼吸 包括我们自己是否放松状态的时间 怎么去练呢 首先啊我们这个弓分为下弓和上弓 那我们下弓呢我们就配合着呼吸做一个吐气 上弓呢做一个吸气 那我们在吐气之前啊 我们首先去深吸一口气 注意啊这个气啊不能吸的太满 吸的太满呢 你会感觉啊你整个人好像感觉就被梗住了感觉啊 所以说这个吸气啊 适度原则 吸的你觉得肺枪足够聪明了就够了 从我们下弓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吐气 吐气的时候呢 我这个弓啊比如说我这一弓分为四段 所以说我们吐气的时候 我们先要去计划好你的呼吸 你吐气的时候你这口气啊是慢慢吐出来的 而不是突然 吐吐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配合我们的呼吸慢慢的把这口气吐出来 先吸气 吐气 好快拉到完的时候我们去注意 我们马上的慢慢的去把这口气吸上来 吐气 那注意在练习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把你所有的思想去放在你的吸气和吐气 还有去观察你的运功是否平稳均匀 因为通常我们紧张容易出现在弓的中段 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出现紧张 从而导致你这个弓啊是容易抖的容易弹容易跳 如果是这个空弦的练习呢 你的呼吸调整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配合这种的音阶 比如说我们去拉一个G大调的音阶 好同样的我们先深吸一口气 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去做下弓 然后上弓 吸气 吸气 吐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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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啊 这个拉音阶的时候呢 绝不仅仅是观察你的左手是不是音准 拉音阶呢 同时也要去观察右手的运功 还有我刚刚说的要配合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的调整 直接的关系到 我们的运功是否平稳 我们的运功是否丝滑 这都和我们的呼吸啊 是密切相关的 好第二个我想讲的方法呢 就是在我们处理一些 比较复杂乐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紧张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我们读谱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左手的压力 和右手的这个持功的 这个我们的力度啊去减半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贝多芬的这个小步舞曲啊 就是这个 好这个时候很容易 你拉琴的时候容易紧张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左手啊 按弦的时候 甚至我们可以拉泛音 去把我们的左手呢 放在相应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尽量非常非常轻的 去触及琴弦 一半的压力或者是不放压力 去拉这个音 同样我们的右手也是 不要去给它压力 特别特别轻的拉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啊 去习惯这种非常松弛 这种非常轻的感觉 这样呢 在你以元素或者是以正常的演奏的方式去演奏的时候啊 你的肌肉就会记住这种松弛的感觉 然后你再去拉 你发现突然你的速度好像能提上去了 或者突然感觉非常非常的轻松 这都是因为你的肌肉有了这种松弛的记忆 那自然这些困难的越断 也就隐忍安全了 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